马斯克抱着沉皱的水槽走进推特总部 但当时许多员工还不知道 他们的饭碗也跟着下沉 我发现了我的工作机器 是专业的拆除 和SLAG和Gmail的拆除 专业的美国同学们还在睡觉 很多人都在看同样的事情 既裁掉五成的推特正值员工之后 传出马斯克又把大刀挥向了派遣人力 受影响的人数上看五千五百人左右 而许多人更与大批的政治员工 面临同样的窘境 就连解雇通知都没收到 是在无法登入推特那部系统时 才惊觉自己被炒了 其中更不乏效力于内容审核部门的人员 然而讽刺的是原本订户缴月费 八美元就能够取得蓝勾勾 却因为假账号过多迫使推特喊咖 但马斯克显然不愿放过会下蛋的机 周末预告付费取得蓝勾勾的功能将会回归 14号又表示推特将使机构组织得以 厌明证声 另一方面马斯克在特斯拉的高薪酬方案 让他每次业绩跟财务达标 就能以极低价买进特斯拉1%的股票 引发小股东质疑是肥猫条款 一状告上法院 而官司缠身 也让马斯克只能够以视讯的方式来出席G20会议 而企业求生掀起的冻结人士浪潮也涌向了迪士尼 上一季财报差强人意 CNBC更报道迪士尼执行长包正博向部门主管发出内部备忘录的预告 除了少数最关键推动业务发展的职位将会持续征裁 其他的职位将会暂停招聘 要精简人力以求准结成本 华语新闻 楼倩文 卢巧评 最后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华语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